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拍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 誠吉思汗 宮滅塔塔二 東元一一九五年 逆職是金朝明昌六年 南宋慶元元年 金朝左承襄甲谷清臣 率領大軍掃蕩塔塔二報 塔塔二報又稱為塔蛋報 是漠北草原上的強大報竹 由六個部落組成 鼎盛的時期有七萬戶 戰鬥力非常強悍 塔塔二報向金朝皇帝清臣立功 因此 金朝人一般將草原上所有有牧民族 通稱為塔坦 或者稱為塔子 而南宋人也沿用這個稱呼 塔塔二人經常侵擾金朝邊境 因此金朝出兵掃蕩 借此削弱塔塔二報 第二年金朝右承襄 懸顏襄再次出兵 塔塔二報大敗 大部分報仲戰死 或者被金朝俘虜 殘遇報仲沿著烏爾紮河 向西北逃散 塔塔二報強大時 經常欺壓鄰近的報竹 和鐵木珍的黑顏報結下世世代代的仇恨 鐵木珍的父親也速該 就是被塔塔二人毒死的 當鐵木珍得知塔塔二報戰敗潰散 他就立刻與義父黃韓聯手 率領兵馬墜擊塔塔二殘暴 暴殺幾位塔塔二首領 呼獲大量畜生和奴隸 並向金朝聖相獻呼 這次的勝利 鐵木珍不僅報了實負之仇 而且獲得金朝的封賞 獲得扎押剔弗里的稱號 意思是繁布首領 這一年鐵木珍35歲 古今風雲人物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衛國 我是張卓妍 大家好 我們今次繼續講述承吉思汗的故事 上次我們講述 承吉思汗將會面對一個非常強大 所謂的天朝大國 天朝大國就是金朝 是我們非常不熟悉的皇朝 但是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 歷史故事 就是我們所謂 將這個北宋列佐 逼到這個宋朝是偏安江南 那個金朝 就是我們所謂金日術的金 但是這個金 經過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發展 已經到了我們所謂 就是逐點沒落的階段 成吉思汗興起的時候 金就是逐點沒落的 而當時金的皇帝 就叫張宗 張宗 張就是文章的張 他的名字是玄顏景 當然 一個漢化了的年代 如果我們講金朝的歷史 大家知道 就是由太祖太宗 太宗的時候 就滅了這個北宋 然後到他的孫 這個希宗 太祖的孫 希宗繼位 希宗被人殺死了 就是歷史上非常出名的暴君 袁顏亮繼位 袁顏亮在位十八年 那十八年裡面 就是積極漢化 不過他本身是一個非常殘暴的暴君 殺了很多人 後來他南征這個宋朝 準備渡過長江 將宋朝滅走 誰知道在彩石基之戰 被宋將余韻文打敗 打敗之後 金朝裡面的軍人覺得 這場仗是皇上打的 不是他想打的 於是發生兵變 在兵變的過程裡面 袁顏亮被他的士兵殺了 於是金人倉皇北退 在這樣的情況下 金朝的大臣元老 湧立了袁顏亮的唐世老 袁顏雍繼位 這就是後來所謂的金世宗 袁顏雍 袁顏雍是一個非常漢化的君主 致力於將金人 改變成一個中原的皇朝 袁顏雍在位大概二十八九年了 在這二十多年裡 金人已經慢慢變成了一個 我們所謂和漢人差不多的民族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金朝就進入了盛世的高峰 而南宋也慢慢跟金人 有一個和平共處的時代 後來袁顏雍死後 他的孫繼位 叫做袁顏景 就是我剛才說的金章中 金章中成繼了他祖父金世宗的盛世 這個人很特別 他很喜歡書畫 甚至很喜歡宋徽宗的書畫 寫字都模仿宋徽宗的字體 所以今天我們在博物館裡見到很多古畫 上面有這個明昌印章 明昌就是金章中的年號 他蓋了印在那裡 提了字在那裡 用這個壽金體寫的所謂提字 這個就是金章中的提字 他在位的時候自力漢化 但另一方面就是當時草原上的蒙古人已經興起了 於是金章中有一個策略就是我們所謂掃蕩 這些半逆不償的遊牧民族 其中一個塔塔儀人是他掃蕩的對象 我們說金章這個策略 其實都叫做善於對付遊牧民族 都有效有很長久的事情 一方面會聯合草原裡很多暴族 聯合一個比較大小小的暴族 例如其他旁邊的另外一兩個暴族 打完之後到那個大的暴族想坐大 因為受金章的幫忙相坐大 又會找一個更新的暴族聯合 打回這些本來被他們坐大的暴族 第一件事就是令到這些暴族之間互相殘 打來打去 沒有辦法坐大 第二就是始終都要受金章的避飾做人 要看他的面積 以及看他的供應 我們說這個策略一直都是行之有效 反過來說 在鐵木真眼裡看 所以這個金章的一群人 其實是不太可信的 金章雖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我們可以看到 他已經慢慢走向所謂衰落的階段 不過當然是我們後人看的 當事之時也沒有這樣看的 這種掃蕩 用不聽話的柔木民族部落的方法 其實是今天在這個世界政局中採用 我們世界上某些超級強國 對一些不太聽話的小國 或者地區上的一些有實力的國家 都是採用這種所謂軍事掃蕩的方式 我們今天有一個很現代的名字 叫代理戰爭 找人打 有一次親自打 親自打 親自打 這種情況 中國在今天的國際戰略裡 其實都會出現 某個強國經常做這些事 譬如中東某些國家 經過幾次掃蕩 或者搞幾次革命之後 搞到繪不成軍 繪不成國 現在仍然是這樣 現在這一刻 前兩天仍然發生 仍然發生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 金人用這個方法 於是金章宗派了兩個丞相 左丞相叫甲谷清臣 甲谷是女真人的姓 還有另外一個所謂王族的有承相 叫懸顏襄 率領大軍打塔塔爾人 同時也命令黑獵部 即是鐵木珍的義父王漢 帶領一部分人跟隨金人配合他 攻打塔塔爾部 將塔塔爾部打到落花流水 所以塔塔爾部被金兵 黑獵部的軍隊打到繪不成軍 整個部落散了 當然塔塔爾部非常強大 六個支派有六個集團的一個大的強大部落 一部分打散了 其他部分還在草原深處 還有他的勢力 待會慢慢會講到 現在塔塔爾部被金人打殘了之後 鐵木珍真的聞不到味道 在背後偷襲塔塔爾人 為什麼呢 因為塔塔爾是他的世仇 曾經跟他的部落之間 發生過很多次衝突 今次乘機報仇 將塔塔爾部一部分的財物 掠奪成為自己的物資 將他人掠奪一部分人 作為自己的奴隸 於是鐵木珍因此助手如人之利 成為一個較為強大的部落 古今風雲人物之 成吉思汗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我們說《塔塔爾部》這一次事 對於鐵木珍的崛起都頗關鍵 第一個就是鐵木珍一直的想法 都是一個部落 部落的簡單就是搶奪 搶奪就是財物 人就很麻煩 搶女人就行 搶人就很麻煩 一直保持這個狀況 所以那些部落之間打來打去 我說搶你的妻子 或者搶你的女兒來做老婆 一役就認真了很多仇恨 其實當時《塔塔爾部》的部落殘餘 也有差不多幾千人 在那個數字上 其實跟當時成吉思汗手下 所擁有的兵馬 數量不是差太遠 我簡單來說 《塔塔爾部》這部落 一旦就殺了他 沒有可能的 因為做不來 有牧民做做不來 所以當時鐵木真做了一個方法 他開了一次會議 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塔塔爾部》 當時有一個說法 就是將車輪高以上的《塔塔爾士兵》 跟車輪高以上的《塔塔爾士兵》 全部殺了他 這個做法 有人會認為是鐵木真報仇 即是殺父仇人報仇 但後來有很多歷史研究者都說 鐵木真在殺了《塔塔爾部》的成年人之後 他是非常重視剩下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都放進不同的部落裏做養子 然後他們不少是後來蒙古國家裏的重要神子 或者重要的將軍 這個過程中 他還做了一個新的策略 他打散了原本他部下裏 根據血緣和親族做的部落組織 將他打散成以十人百人為依歸的一個做法 以十人百人為依歸的一個做法 以十人百人為依歸一組的一種部落組織 因為部落組織就說 你以後不要管自己是甚麼族 不要管自己是甚麼血緣 你就是跟著我們蒙古的制度之下去生活 這個融合也都令到所謂的《塔塔爾人》 和最初鐵木真一批的蒙古人混合 而在外邊的人看 不少人認為這一群蒙古人 和《塔塔爾人》有一個共通的源頭 而當時的說法在中亞或西亞 特訣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一般來說 塔塔爾人 大家都會說他現在接近的塔塔人 我們說這一群塔塔人 在當時是歸入特訣人認為 歸入特訣人入面 簡單來說 塔塔爾這個名字 響亮過當時的蒙古很多 所以在西亞或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去闖蕩或將來擴張時 塔塔爾最早的親員 令他變成一個對他很有利的元素 簡單來說 他通過這個巧味的融合 蒙古的基礎 和整個消亡之前很不同 有一個關鍵的變化 這個塔塔爾人 其實在宋朝的文獻裡 就叫做塔子 或者叫做塔坦人 其實到今天 我們可以在西伯利亞 在俄羅斯境內 還有塔坦共和國 其實塔坦共和國的祖先 主要是蒙古人 蒙古人借用了塔塔爾這個名字 被口世人稱為塔坦 而在宋朝的文獻裡 也有一個說法 叫做克塔 克塔就指蒙古人 塔塔爾人叫做白塔 白色的塔子 所以我們讀這個古書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留意到這些名字 當然了 鐵木真在這次協助金朝皇帝 懲罰塔塔爾人的過程裡面 立了大功 金朝皇帝就封了一些雀位給他 雀位當然是很低級的 一些小雀位 但是對鐵木真來說 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得到金朝皇帝的賞賜 和策封名正言順 那這個情況之下 於是就引起了 他的義父王漢 非常之警惕 因為上次我已經說過 王漢和他的兒子 因為他的年紀比較大 逐點老了 他的兒子叫喪坤 非常之急於要繼承他父親的地位 和財產 於是他就招引了曾經被鐵木真打敗的前度的義兄 而他就招募俠 進到他的部落裡 大家都知道 希望能夠在他父親手裡奪取了這個成計決 而策募俠 也招引了一大群的失意的柔木部落的首領 來加入了這個黑列部裡面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鐵木真的勢力越整越大 桑坤和他的老友 就是木俠 就覺得威脅很大 於是他就招募俠的爸爸 我們不如將這個鐵木真 懲罰他打敗他 於是他組織了一個很大的軍團 大概超過幾萬人的軍團 因為向鐵木真的部落進攻 準備一舉將鐵木真消滅了 鐵木真在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辦法 他義父的軍隊術得太強大了 於是三十六計走圍上計 一路走 走到東方 呼倫貝爾 今天的內蒙古的北部 呼倫貝爾的湖邊 就逃避 而且呼倫貝爾的旁邊 就是他的外府 這個宏吉勒部 德薛蟬的部落就在這裡 所以鐵木真走 於是徐蟲升散了很多 但到了呼倫貝爾一帶 他又重新整合了他的力量 這裏有相當浪漫的故事 當時在鐵木真手下 沒有太多人剩下 肚餓 你也知道大莫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一急的時候 真的走的話 隨時餓死 即餓得死 怎麼辦呢 一群徐蟲只剩下十幾個 那當然是他的好安達 生死之交 那怎麼辦呢 沒有路走 我們還是死了 突然間 有隻野馬 跑過來 跑到鐵木真附近 當時他們心想 有野馬當然是抓來吃 結果立即殺了牠 殺了牠 因為當時沒有什麼方法去煮 沒有鑊 就用馬塊皮包著肉 然後煮熟了做湯 然後大家分了肉吃 因為馬在蒙古裡 很神聖的動物 即牠不是一種普通生物 迎出野馬去挽救牠們 對於牠們來說 都是有一種很神奇的事 簡單來說 是天命所歸 令牠們覺得信心十足 咦 我今次死不去有原因 有馬的靈在那裡 結果他們說 我們應該是救得快 當然 阿張也要說 鐵木真走散了 打散了的子民 沒有撤走 他竟然可以聚集在一起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鐵木真對人 都非常寬宏大量 而且所有財物 都願意分美為他戰爭而立功的部屬 無論背景是什麼 無論他以前做過什麼事 甚至對鐵木真有敵意 只要他肯歸父 為鐵木真立功 鐵木真都是平均地賞賜給他們 所以這個部屬門 無論他什麼背景都好 都很願意在鐵木真的揮下裏面 替他作戰 當然鐵木真雖然逃避了 這個夫倫貝爾 但是他對他的義父 黑獵部首領王漢 仍然懷有非常崇高的敬意 於是寫了一封信 當然那封信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因為當時的信是否真的有文字 我們不知道 可能大口信也沒有 那派人跟王漢說 我們大家不如和好 我們大家其實沒有仇 無端端受到奸人的煽動 於是乎兵庸相見 大家送禮 大家和好 王漢亦都願意卸臉 鐵木真 滴血為盟 將手指滴一滴血 在一個容器裡面 然後就帶使者 帶給鐵木真 我們大家重新建立父子的關係 這件事當然 鐵木真和王漢和解 對於澤木俠和桑坤來說 就非常之不滿 他認為父親對他們不利 做了一些招引鐵木真來 分他們的權 或奪他們的權 於是似乎 澤木俠 就拘捕了一部分他的部屬 走到王漢的敵人 西邊的奶蠻部落 裡面 投靠奶蠻人 對王漢來說 就非常之不利 為什麼呢 因為克列布本來 和奶蠻部也是世仇 但是 克列布和奶蠻部之間的兵力 都相差不遠 所以大家是不相上下 現在這個澤木俠 將一部分的部屬 拘捕了去投靠 這個奶蠻漢的首領太陽漢 那奶蠻部變了強勢 而這個克列布變了弱勢 於是這個王漢感到非常之憂慮 那沒多久呢 這個奶蠻部果然出兵 和澤木俠一起 攻打王漢的部落 於是雙方又展開一場戰爭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克列布的王漢 就向鐵木真求助 希望鐵木真快點派人來 帶兵來幫我解圍 把我的敵人打敗 鐵木真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非常高興 帶著他的兵馬 然後就去救援這個王漢 於是這個奶蠻部的太陽漢 就和這個克列布展開一場惡鬥 不過這場惡鬥 結果都出乎意料之外 太陽漢打贏了 黑列布是慘敗的 雖然鐵木真坐陣也沒有用 於是乎 太陽漢獲取了很多利益 將這個克列布打到 變成零星落索 黃漢覺得自己根本再沒有 我們所謂稱霸草原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 鐵木真的勢力更加強大 當時鐵木真已經一步一步蠶食了 原本黃漢的資源和部分 我們說 鐵木真也有親手打殘黃漢 那又怎樣呢 下次繼續講 我們下次繼續講 鼓金風雲人物 編導 馮傑 監製 韋配文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造 《營造福音》 《營造福音》 青少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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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